本港今年饱受疫情重挫,经济疲弱不堪,失业率更创近16年新高,不过,经落按揭最新闻调指,大部分受访市民对供楼未敢压力,令该行预料,明年楼价可升最多5%。 而整体按揭中数将案年升一成,在刚性需求强劲,低息环境等利好因素支持下,本港楼市依然硬正,今年暂紧回落约0.93%,经落按揭转界首席副总裁曹德明指,楼市受疫情持续性影响,相信明年上半年楼价仍然反复,而下半年则有望升3%至5%。 曹族料,本港银行同业策息明年大部分时间将维持于0.2%水平以下,有利楼市发展,据经落按揭统计,银行今年承造现楼及楼花按揭分别6月8万宗及8000宗。 曹德明相信,待疫情换和后,发展商将重启推盘步伐,刺激市场购买力再度释放,并带动明年楼花及现楼按揭中数或升近一成。 至于今年首十个月新批转按贷款中数及金额分别为14812宗及536.5亿元。 较去年同期分别大跌56%及58%。 当中中数更达17年新低,曹德明表示,在现时经济情况下,银行审批相关个案更趋严紧,但未来业主加案套现周转,移民等机会增加, 廖明年转按中数及金额将案年升5%至10%。 经落按揭组前透过网上访问670位市民。 其中有近七成受访者表示对现时供楼未敢压力。 曹德明认为,普遍人若感到财政压力便会放售物业,加上银行提供公息不公本计划, 有助减轻业主负担,相信明年付资产数量平稳,不会出现断崖息下滑。 曹族指,政府应放宽1000万至2000万元物业的档揭成数。 以刺激市场换楼链。